大家好 我是赛品队长 家屠四地胡思乱想 那节目前咱先做广告啊 5月27号下午1点半 我带队咱们去 沈阳这张师帅府啊 咱们去玩去 给大伙讲讲这个北洋军阀的历史 其实张作霖这人呢 可能现在这个评书演绎中啊 给他说成了一个陆林豪杰江湖好汉 对吧 那其实怎么说呢 我对他的评价应该说是不高 因为你看之前的北洋政府呢 无论是包括冯国璋啊 包括这个曹坤啊 包括徐日昌啊 还是说谁那个操纵国会还是怎么样 对吧 什么安抚国会啊 包括曹坤汇选呢 不管怎么样嘛 但是他呢都是一直执行的这个临时约法 在执行这种民国的这一套啊 靠选举产生大总统的这样一个制度 对吧 但是到了张作霖第二次直风战争 1924年张作霖进了东北之后 这个情况 这个格局一下就变了 一下就变成张作霖成了这个什么陆海军大元帅 他不是 就是成了张作霖他把式朝政 然后段祺瑞成了一个临时执政 对吧 其实那就是被张作霖推到台前他所操纵的一个木偶 但是段祺瑞成为这个临时执政他是没经过任何的选举的啊 所以等于说他是被张作霖给委派执任的吧 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包括到后来 对吧 他直接成了军政府啊 张作霖担任陆海军大元帅 这其实就跟民国的民国的本质啊 民国的核心啊 他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他你在往前他起码是还有选举 但到这他完全就没了 等于说他破坏了民国的那一套传统 所以就是我对这个人呢 评价不是很高 然后具体的啊 还要讲什么其他东西就请各位多报名吧 是吧 5月27号下午一点半啊 那咱们言归正传啊 就是前段时间那瓦格纳的头子普利格金 他在一段公开的视频当中 就展示了很多瓦格纳匪徒的死尸 然后大骂啊 说弹药供给不足 大意就是说当天啊 瓦格纳的部队啊 就是伤亡巨大 然后地上这全是啊 今天刚死的士兵啊 这血还是热的呢 然后你们他们坐家里啊 你就看那个电视 然后喝酒 泡妞 拍抖音 那我呢 我的士兵干嘛呢 是吧 这因为弹药不足啊 我的伤亡直接上升了5倍 本来靠这个火力覆盖就能拿下的据点 现在得靠人命去填啊 得靠人拿着炸药包去炸 对吧 这伤亡增加了5倍 然后随后就是那种愤怒的责骂呀 然后喊话 喊话那个国防部长啊 焦合板包空头大元帅 邵一谷 还有总参谋长 微笑男孩格拉西莫夫啊 然后他说因为缺乏弹药 那你不忍别怪我不义 是吧 我实在是 我没弹药了 我没法打了 所以我的部队要从10号开始撤离巴赫木特 把阵地移交给国防部 巴赫木特其实主要就是瓦格纳在打 然后前段时间装备充足的时候 那乌军打的也是很艰难的 前线成为绞肉机不说 然后里边的部队还有可能被包饺子 那现在呢 他们凭着巴赫木特河 他愣是给挡住了 三月份的时候那包围圈 就只剩下两公里的缺口了 大家都预测说 哎呦 这乌军可能只能是以后啊 等以后再反攻了 是吧 结果这微笑男孩 格拉西莫夫到前线 接管这个局势之后 不给瓦格纳装备 好像还说要赖账 不给钱 赖雇佣兵的钱 我天哪 这偷一回见 那么对于这微笑男孩不给装备这件事 那普里格金呢 也想过说和平解决 就像那个普京啊 甚至是直接给格拉西莫夫打电话 但是这格拉西莫夫他不接电话 而且那后来这个普里格金就水行 那派副官 对吧 派副官 然后派下属 我带着信啊 直接给过去 最后到达总部的时候啊 不让进 原因就是说你们不是正规军啊 所以那我这是陆军 不是陆军啊 我这是那个俄罗斯国防军总参谋部嘛 所以你这不是正规军啊 我不让你们进 那这普里格金就非常生气 但是生气也没辙啊 就一点就是你看 就是这种 他不是正规军 然后所有的待遇啊什么都不一样 这就让他心里特别难受 然后就开始不由自主的去怼这个格拉西莫夫 那格拉西莫夫呢 就是和普京啊 肯定也谈到了这个事情 他们之间应该是那种 彼此之间心照不宣 是吧 就是借助这个巴赫木特战役 把瓦格纳集团的实力给削弱 应该说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前这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一共才二十多万人 那个那个瓦格纳最强大的时候能有八万 我的天 这这伟大不掉啊 对吧 所以这不能不能让他们实力太强 那么普里格金呢 最近也是口出狂言啊 就是也说了很多事 虽然是有时候是开玩笑吧 比如他说什么啊 我要去乌克兰 我要去乌克兰竞选总统 然后什么我们在乌克兰 把乌克兰打败之后啊 到乌克兰去竞选总统 其实啊 当然都知道这是开玩笑的 这不可能 对吧 但是普京他听到了话外之音呢 是不是你觉得自己权力太小了 然后那到现在 那连弹药都都要不成 是吧 那还有一点就是 普京呢 现在禁止他在这个罪犯当中招人了 也就是说他的兵员受到了影响 那最近这个整个俄罗斯的部队是吧 这陆海空三军都在招人 那他也要招人 但是现在就是他正在和 和军方探讨啊 在要求征召的时候 他和那个 但是普京呢 是有意的要压缩他的这部队规模 防止他做大做强 所以与其说啊 说是什么克拉西莫夫 他出于个人恩怨啊 压制普里格金的瓦格纳 这倒不如说是普京 对这些啊新纳粹老板组成的囚犯兵不放心 那在这个普里格金啊 炮轰俄罗斯国防部 然后威胁说撂条子不干之后 那么车臣的小卡德罗夫就正式向大帝 还有国防部长绍伊古提交了一份声明 那声明里边说的啥呢 说是呃我申请把车臣武装部署到巴赫木特前线 以解除瓦格纳的负担 这个小卡和普里格金呢 啊他们都有点逼宫的意思 是吧 那属下在私底下就能安排自己的未来 并且是两支完全不隶属的武装 是吧 这件事说难听点就是组成捧党啊 那在这种啊国家首脑一人负责的集权制国家里 有哪个领导者能够容忍这样的事出现呢 是吧 那在巴赫木特在巴赫木特地区 这俄乌两军是激战良久 他们是双方都很熟悉对方的 那熟悉这巴赫木特的环境 然后这从现在从外地啊 从那个小卡卡德罗夫从车臣调过来一支军队 那说要替换网呢 这能替换的了吗 不能啊 那小卡这人他嘴大 他还吹牛 有点装傻充愣的意思 他不可能不知道巴赫木特是个小肉机 他也肯定知道他那个车臣的抖音军是什么水平 当去年夏天打那个北顿 北顿涅斯克那个战斗当中 乌克兰的是洋装撤退 给他留了一个埋伏圈 然后这俄军呢也是经过几天狂轰滥炸之后 觉得乌军肯定是都被炸成炮灰了 是吧 北顿的老鼠都能死成两次了 于是呢 派出了车臣的抖音军团出去打前哨 后边是大部队跟上 那之前呢 这个车臣的文军呢 在马里乌波尔啊 嘚瑟过一次 所以呢 嘚瑟惯了 基本就是他们就没遇到什么抵抗啊 就打进了市中心 然后就一边开起抖音啊 一边直播啊 秀这个大肆庆祝吧 然后打电话给这个焦合板的大元帅烧一股啊 报喜邀功 结果是这帮酒瓶子还没物热的蠢货 当天晚上就被乌克兰军队的漫天炮火所覆盖 被炸的蒙圈啊 死里逃生的残军 那就被这个从天而降的乌军啊 从四年八方围基 包了个大件的饺子 大概是有三到五个战术营 被城建制的团灭 那军队打没了啊 车臣是肯定不会放过卡特洛夫的 对吧 你把你把我的军队打没了 你把我儿子给给给给钱弄死了 那车臣人本来也是也是一个上古的民族 好勇斗狠呢 所以呢 就是现在对于小卡来说 他不可能啊 敢说继续把自己的部队派到前线 所以大概率他只是说表忠心 巴赫木特呢 不会换防啊 他也知道肯定不能换防 所以他才要去 不过他最好是让普京大帝感觉到 他是在表忠心 因为在军心不稳的时候 然后你随意的去自作主张 这在历史当中啊 可是发生过太多次了 是吧 然而呢 这事情还没完 现在就是所有人都在等着普里格金会不会去啊杀杀奔东京夺了那鸟位的时候 那莫斯科啊会不会说上演一出静元并变的时候 事情呢却出现了180度的大反转 普里格金表示自己已经和俄罗斯的国防部达成了协议将会获得足够的武器和弹药那还有还有是空天军司令啊就是靠卖装备发家喜欢指挥苏三四挂铁炸弹长相通胖天蓬元帅的那个苏洛维金大将的支持那� 那瓦格纳呢就不会撤出任地了然后他们会留在巴特木特继续战斗那这个事情呢就以一个像欧亨利的模式啊这样进行了一个大团圆 那普里格金频繁骂街喊话他是赢得了瓦格纳的信任对吧那瓦格纳的那些囚徒兵看见那些贼配军看见他们的老板爱兵如子的时候小卡就是 小卡也是在就是不是 这怎么说呢就是嗯 普里格金赢得了瓦格纳的信任赢得了那些囚犯兵的信任对吧 那么小卡呢也是通过这个向普大帝表现出自己是忠心耿耿的那大帝呢也看到了普里格金和邵一谷他们之间的矛盾 今天呢在俄乌战场上已经有27只私人武装了啊除了这个瓦格纳的公司还有什么包括小卡的车臣 然后东正教的那个斯巴达营斯达夫军团哥萨克队这些东西 虽然这些私人武装啊他们那个没有瓦格纳那么强大但是也都有上千人的规模 瓦格纳待遇很差其他军队的待遇呢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看着手底下人并非铁板一块儿而是矛盾重重这是大帝最希望看到的场面 那话说回来虽然是大团圆但是当初那些个骂烧一股的话谁知道那是玩笑话还是真心话 就像水虎传里边啊宋江和卢军义联手设计然后卢军义站在城下大骂宋江 什么俺在北京安家乐业你上来你过来转我上山然后宋天子啊几次降召昭安我们哪有亏待你的地方你怎么反叛朝廷呢啊 人们说你呢黑矮无能之人出来答话啊咱见个胜败输赢 就是你你猜说卢军义的这番骂战里边有多少话啊有多少真心话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说出来的呢 对吧那现在的情形呢是普里格金啊小卡包括普京皆大欢喜只是少一股一个人啊他留下了一个可扣弹药的形象 那苏罗维辛这时候也跑过来啊跑过来协助瓦格纳 瓦格纳的官僚场上可谓是如虎添翼那你说这其中会不会是太过于巧合呢 虽然啊本人只是一介屁民看不透那么多庙堂之事 但是还是觉得他这有点过于阴谋论了对吧 当然了那作为人类文明之敌啊 他们的内讧俄罗斯高层的内讧 对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来说 这都是福报啊 我也特希望看他们继续什么内讧 狗咬狗一嘴毛啊 看得我是很开心 好了那关于这个啊普里格金 他的这个前前后后这些事吧 咱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